四川地图饼干升级版2.0来了 今天我要把四川做成一个超大的蛋糕 把四川做成一个蛋糕需要分三步 第一步是蛋糕体 今天我用柔软又有支撑性的海绵蛋糕 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先烤气盘 今天的四川是原味海绵蛋糕搭配斑兰乳酪味奶油 这个蛋糕要做这么大 其实也是不得不做这么大 上面我垫了一张洗得很干净的亚克力板 开始搭建蛋糕体 蛋糕也大了每一层都挺费时间的 整体先大两层 然后切出四川的边界线 四川的版图好像有一条隐形的线 把它斜分为二 东部是文明侠尔的四川盆地 西部川西高原整体龙深 横断山脉群风耸立万风插天 所以把这里地势高的地方用蛋糕先垫起来 最后我把这个蛋糕改成 最低的地方有三层蛋糕 最高的地方有六层 第一个步骤是蛋糕体 但是现在还没结束 要根据山的形状和地势的特点 把这些蛋糕的大致形状给削出来 第一步的蛋糕体完成 把四川做成蛋糕的第二步给它铺面 这次我想试一个我从来没有用过的材料 融化的巧克力里面加入玉米糖浆 搅匀冷藏之后 它就变成了可以塑形的巧克力泥 橙可可纸的巧克力泥比翻糖的成本要高 希望它可以发挥一些特别的优点 四川盆地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麻拼穿 而是有三种完全不一样的地貌形态 盆地内有一道平均海拔不到1000米的龙泉山脉 龙泉山脉以西是平坦的成都平原 面积只占四川盆地的9% 而四川盆地绝大多数的地貌是龙泉山脉以东的川中丘陵 用白巧克力把地形大致弄出来之后 就铺上巧克力泥 四川盆地三大地貌形态 1.平原 2.丘陵 3.凝骨 更高海拔的地区用深绿色的巧克力泥覆盖 我发现这个巧克力泥延展性是挺好的 但是接口的地方遇到硬的很好衔接 遇到软的蛋糕就不太好衔接了 蛋糕侧面也盖上巧克力泥 用巧克力泥可以添加一下我想要的细节 比如这个四姑娘山的四座山峰 还有这座海拔最高的贡嘎雪山 有一种说法 川为大河之意 这四条江流经的地方积为四川 第二步完成 四川蛋糕的第三步非常简单 就是修饰一下它的细节 巧克力泥的这些接缝 我也是想了很多方法 最后发现用这个丸棒 就能让它衔接上 而且有一些毛茸茸的感觉 也能形成一些植被的效果 海拔达到一定的高度 植被会明显的变得稀疏 所以用棕色的巧克力泥 让它凸一点 再刷一点白巧克力 制造一些雪的感觉 这是让多少人为之着迷的 川西雪山美景呀 给河流刷上蓝色的巧克力 再挤一点果冻 更有流水的感觉 超大的四川蛋糕 终于完成了 四川省总面积48.6万平方千米 这里居住着8000多万人口 它地形复杂多样 高差悬殊 这座就是海拔7508米的 蜀山之王 贡嘎山 在重来山脉最高处 有四座雪山紧紧相邻 这就是四姑娘山 主峰妖门峰被誉为蜀山皇后 川西高原拥有数不胜数 令人惊艳的风光 在明山西侧 一条条溪流汇集成了 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 明江 明江一路南下 冲出龙门山 就是成都平原 2200多年前 由太守礼滨领衔建造的 都江燕水利工程 成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 就在明江的出山口处 这座小山就是青城山 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 乃至西南地区 最大的一块平潭土地 西边是川西高原 东边是龙泉山脉 南北的丘陵也形成了它的边界 成都平原 无数河流 干渠 枝渠 如同一张大网 滋养着每一寸土地 让这里成为响当当的天赋粮仓 就在我的家乡 成都西边的崇州市 有一片非常漂亮的 天赋粮仓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用巧克力泥 做一个微缩的天赋粮仓 阳春三月 油菜花盛开 放眼望去满目金黄 麦田也是充满勃勃生机 盛夏时节 稻田挂满露珠 蛙鸣 虫鸣 伴随着淡淡的稻香 还有错落有致的民房 这是充满生机 又让人倍感亲切的乡村风光 崇州的天赋粮仓 就在这里 距今三千至五千年的三星堆文明 一醒惊天下 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一件件精美独特的文物 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 这个青铜人头像真的好小啊 三星堆遗址在这里 坐落于龙泉山东侧的 成都天赋国际机场 既科幻又不发国风元素 在空中俯瞰 云层下若隐若现 如同展翅飞翔的太阳神鸟 其影响辐射成于地区双城经济圈 甚至大西南 天赋机场在这儿 这条是有着传奇色彩的大渡河 与亚龙江同像奔赴 在乐山大佛脚下 与青一江明江交汇 所以在这个三江交汇处 就是乐山大佛 一千三百多年前 人们用九十年的时间 刻出了这座世界上最大的 石刻弥罗佛 世界上的乐山大佛有二十层楼高 但是我坐的这个只有两厘米 感觉眼睛都不对焦了 放到山上 再给它几点草 威然平坐 守护千年山水 乐山大佛就在这里 那么旁边这个高山 你们应该知道是哪座山吧 就是峨眉山 这个顶峰就是金顶 在另一侧 挨挨挨白雪 常年不容的川西高原 一条铁路穿山而过 逐云而出 如一条巨龙游液在群峰之中 它就是备受瞩目的川青铁路 历时十二年 动车终于可以开进阿坝 这片雪山草地 2024年 川青铁路城隍段将全线建成通车 成都两小时到达九寨黄龙 指日可待 滔滔嘉宁江水 一路奔流向东南 在重庆汇入长江 浪中 嘉宁江在此拐出一道完美的U型大湾 把浪中轻轻地环抱怀中 这是已经有2300多年历史的古城 三国时 蜀汉大将张飞就曾在此驻守 西汉时 浪中出了一位天文学家 洛夏洪 他创制了太初历 确定真月为岁首 恒定了春节 所以浪中也被称为中国春节文化之乡 浩浩荡荡的金沙江 在崇山峻岭之间纵横切割 穿过气势磅礴的横断山脉 也带来了澎湃的水能资源 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就坐落于金沙江下游 白鹤滩水电站一天最大发电量 可以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 它就坐落在这里 金沙江一路奔腾走出高山峡谷 在万里长江第一城 宜兵与明江相遇 所谓长江从此是长江 这条是金沙江最大的支流 亚龙江 两岸风电光伏资源丰富 是一座世界级的纯绿色清洁壳再生能源基地 用巧克力泥做一个锋利发电机 巧克力泥的软度和硬度都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才能做这么细的扇叶 新投产的腊八山风电项目 年平均发电量可以满足31万户四川家庭的用电 这条是陀江 经过德阳 滋阳 内江 自贡等多个城市 处在陀江和长江交汇处的卢州 是一座被水滋养的千年古城 千百年来 借助长江黄金水道的便利 卢州港早已成为四川第一大港 这是港口的迷尼其重机 除此以外 港口还有各色的集装箱 卢州港就在这里 无数的商品从这里出发 通江大海走出国门 这就是四川 八山属水孕育的天府之地 既有大山与江河的壮阔 也有高山峡谷的神奇灵秀 既有阴运千年的人间烟火 也有灿若繁兴的文化遗产 闪烁着古蜀文明的异议光辉 也孕育着新兴科技去扣问未知 看到这样的四川有没有更爱了 谢谢大家